台南十五晚上發生清潔案 現場季舊開高情 原因又是掩蓋到這個公電利益 省後的主席 離他晚上出來倒案 減逢是向歡迎 先清潔了 在景峰的蓋雨時下 五星主席 準備該送台南地檢視 十五號晚上發生在北門的清潔案 經過早安燒早 冷凍水炒後 順便找到當晚 在頂位二十五的人 到晚睡眠 高興的清潔 在十九號上午 對非日本回到臺灣來倒案 在十一號五星主席也出臨道案 警察官宣問之後 請歡迎三親客 這起事件 是由於光電的下游包商 在施工進行中 所引起的糾紛 進而引發的衝突 經檢察官晚間訓問 任其涉嫌違反 槍炮彈藥刀卸管制條例等罪嫌 犯嫌重大 且有勾竄滅陣 逃亡之餘 向法院申請激壓 這起報問的清潔案 發生在當地的一支公路旁邊 警方接著刷不下 是開始調查 起因是當地人數 自己的光電燒光燈的 利益陰法 跟去年的 剋家八十八千的清潔案 穿著來比是比較少 但是警方強調 將會專利來掃毆 這個我們在看是沒有政治的或選舉的考量問題 這根就是我們在北部堂看到這些八大行業 黑道介入這個勢力的問題 有關這個黑道為了這個光電力 火拼的問題 我們絕對不容許 這樣的事件再發生 我們絕對會再發動一波的掃黑 去台灣的慶祝 苦神南主 二十號台南地方歡迎是菜人客人 並且禁止質疑通信 去主行五人的結果 就要等待二十二號客人的決定 現在我們政府每人目睹